油门使劲的踩 但轮胎还是在原地空转 大家只好下车合力又推的 只要前方的任何一辆车出状况 所有人就得一起在雪地里漫长等待 澳洲东南部的保加利亚 最近遭到强烈冬季风暴侵袭 超过一千个村庄因为大雪停电 政府呼吁能不出门就不出门 但已经在路上的可能就没这么幸运了 这样的恶劣天气也袭击罗马尼亚 官方发出警告 趁着暴风雪暂时和缓 聚开倒塌的树木 徒手把堆积在车门旁的雪铲除 只为了让受困的驾驶先下车 救难人员在强风中 为各种原因受困的民众解围 就怕整个交通瘫痪 另外乌克兰奥德萨可说是祸不单行 除了战争威胁 暴风袭击的威力也相当猛烈 可以看到车辆打滑横在路中间 大雪已经让人看不到路面 只能靠着其他车辆定位 才能分清楚哪里是路中央 而奥德萨与首都基辅之间的道路 已经被迫中断 经销的救难工作没有停过 只是这一秒的努力 可能下一秒就徒劳无功 景新闻总和报道 一些准备的车辆 保证